是一家五星飯店優惠價格 推出充電房 要提供給異地辦公的民眾 房間裡頭擺放了飛輪設備 還可以看影片 我推出之後有民眾質疑 這是不是鼓勵外出消費呢 在此飯店特別澄清 充電房並不是住宿 請民眾不要誤會 進到五星飯店的這間雙人房 裡面擺了一臺飛輪設備 民眾還可以在這裡看影片 或異地辦公 兩人一室 業者推出這樣的充電房 並祭出優惠的價格 為的是在疫情衝擊之下 能夠挽救飯店的業績 不過一推出卻傳出 是鼓勵民眾外出消費 實際上他並沒有所謂 提供這個住宿的行為 那麼民眾覺得說 我們是鼓勵出優 那這是應該是有點誤會 業者特別提出澄清 推出充電房不能夠過夜 最多只能夠兩人使用 希望民眾不要誤會 而不只充電房 還得拼五星期的外賣市場 飯店成立自己的外送車隊 不管中式西式 直接把五星主廚的料理 送到消費者的家中 業者在食術上下功夫 努力撐下去 還有其他飯店 則是打出了 long stay的專案 拉抬業績 我們現在以房客來說的話 我們就是long stay的客人很多嘛 所以我們還是會持續服務好 我們的long stay的客人 然後提供在房間裡面用餐 業者想辦法開園 要撐過疫情的衝擊 在三級疫情的警戒之下 飯店業在夾縫中求生存 記得姚文華台南報導